那Infopad其實想要做的事情比較接近這樣子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它很困難跟我們目前做的那些事情 那首先就是 因為大家有聽到剛剛我們講的就是跟Design Thinking 有想要做一些結合嗎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聽JSERV的演講 就是每次只要聽完 不是聽就同學表示說 每次只要聽完JSERV的演講 你就會覺得像他對 Open Source 貢獻這麼多的人 都覺得自己做的不夠的時候太多了 那我們其他人應該要怎麼樣 就是努力貢獻更多自己能夠做的事 所以我這幾天是在當工人 其實沒有什麼機會去聽JSERV 那我就有看到一些朋友的臉書上面 就是寫說 他覺得就是當學生 然後就是等於是你受很多前輩的指點 然後可能進入社群然後去瞭解 然後你可能來到Post Club這樣一個地方 去聽很多前輩分享 然後可能給你很多的啟發 可是給你啟發之後 你帶回去你做了什麼 就是你可能開立體還有帳號 然後你有真的參與什麼樣的專案嗎 那其實這個點 對我們可能可以反省說 就是我們是不是能夠做更多 但是在某個角度來說 其實學生的身分是還蠻特殊的 那像我今天想要分享比較多 有些也是可能我跟一些社群的朋友 不管是在Seacon啊 在InfoPlay或在Costco 認識的前輩或是夥伴 那聊天的一些心得 比較多是我自己被inspire的感覺啦 像我可能有跟RS聊過開源社 那開源社他們是在就是台大開源社在做 其實也是類似就是引導大家了解開源 但其實他們不會刻意去Info說 我們要宣傳或推廣 那一開始他們有做過就是可能像上課的方式 就是教一些想學寫程式的人 但其實大家可能當就是可能教過別人 或是幫助過同學的程式專案的作業 你就知道其實教別人怎麼寫程式 跟自己會不會寫是兩件事情 然後教別人化的心理其實還蠻多的 有的時候身為學生我們技術能力可能還不夠 我們就在思考說到底我們應該先把自己變得更強 去學更多不同的東西 還是我們現在都先就我們已經會的東西 去幫助更多人入門 在我們可能還有課業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抉擇 那另外的面向是說 當我們在試圖推廣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覺得我們的角色可能比較不像是 coder這樣子的contributor 我們可能想要做的是 跟別人分享我們的心得跟我們的感受 我們會不會被認為是 就是說的比做的多的人 或者是說 會不會因為我們參與開源社群的時間還不夠長 我們了解的專案不夠多 然後我們所有 我們所有知道的事情跟做事情的方法 我們都還不夠熟認 甚至我們帶人處事的方法都還不夠圓滑 所以導致我們在這個傳遞的過程中 讓一些東西開始變質 那其實我就是大概有聽到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前輩覺得像 學生的社群 很容易不小心變成一群人覺得 這件事情好像很厲害 然後就變成像是在自嗨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其實每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還是要有一個傳播者的角色 比如說promoter的角色 就是costcup就是coder user跟promoter嘛 那學生社群裡面其實 不管是來參與Coscar或是來到SeaCon 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是扮演promoter的角色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雖然我們說學習技術 學習資訊相關的知識 它的門檻比起很多的學科 它相對是容易有成就感 就比較容易入門的 因為現在網路上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近幾年就是如雨後春筍般就是冒出 但是不管怎麼說它還是一個專業技能 然後我們可能自己本科系不一定是 或是資工相關科系 我可能自己有其他想要學的東西 或者說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就是 從小到大我們被訓練的教員制度 都告訴我們說 考試的時候有標準答案 然後有一些猜題的技巧 不一定要真的知道這件事情 背後來龍去脈 我就可以把分數考高 父母會跟我們說 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考上好的學校 然後就自由了 就可以玩了 然後可能就可以參與一些 有的沒人活動之類的 可是當我們開始可能有些人 是在高中的時候 開始參與一些社團 有些人在大學的時候 開始參與一些社團 或者是可能像我們這樣來到社群 就幫忙 那其實我們會看到很多 或是有些人會去實習 我們會看到很多在社會上 大家運作是一個方法 或是知道 除了我們學習知識跟技能之外 人跟人只能相處 才是建立社群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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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社群的行程 其實不完全只是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事 或是每一個人的能力好不好 而是說我們怎麼樣透過協作 能夠完成一件事情 我們怎麼樣知道 怎麼互相跟彼此相處 那學生社群它 之所以特別的地方 一個是我們年紀還比較輕 我們經驗比較少 所以我們能力也比較小 所以當我們今天想要協作的時候 可能一件事情 可能是一個強者 或是一個達人 他可能一個人可以完成 或是三個人可以完成 就學生來說 他可能就變成是十個人 或是二十個人才能完成 再加上我們專業技術 可能沒有那麼好的情況下 他會導致很多的延宕 或者是溝通不良 然後再來像剛剛提到的 可能我們身為學生 我們還沒有出入社會 我們接觸的人還不夠多 我們犯過的錯也還不夠多 所以我們其實不知道 怎麼樣去解決 人跟人之間溝通的問題 那我想簡單分享一下 EnvoPlan的故事 大概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就現在基本上滿一年 然後我就找到一些朋友 就是我們那時候升大二 我現在升大三 升大二的時候 就找到一些朋友 基本上很多社團 都是升大二的時候 記得幹部嘛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就是宣傳社團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高中生跟大學生 都非常用力 不管是陸軒啊 印海報啊 然後可能像其他社會 就會載什麼西門町唱歌啊 然後塞傳單給你啊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成本 像印的東西 那有的時候太精 慢慢留一個形式 然後加上近幾年 大家都用Facebook嘛 所以每個社團 都會有一個粉絲專頁嘛 然後這邊不是 臉書的那個 演算法又改變嗎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好像如果我們有買廣告 好像能夠處理到的人很少 這件事情大家有 覺得滿意過 然後後來有些社團 去嘗試之後發現說 其實買廣告 比實體的 印海報之類的效果 可能還要更好 這其實是一個實在 慢慢在變遷 然後可能感知到 這件事情的速度 可能學生還會稍微快一點點 那其實做這樣的宣傳 我們那時候是想說 那時候還沒有就是 粉絲專頁那時候已經很狠心 然後比如說假設 全台大 台大一屆是4000個學生 然後可能我們要宣布 我們有大概2000多個社團 然後可能是100多個 大概活躍中這樣子 然後所以這些社團 就是每年都很用力的招生 每學期都要招很多學生 他們就會在一個 就全台大的學生的社團裡面 開始PO文 然後就會瘋狂PO文 然後洗版 然後找人去把那個PO文頂起來 大家應該都有這種經驗 那這個過程其實沒有什麼效益 那大家想說那既然如此 我們幹嘛要在Facebook上面PO 為什麼不在其他地方上面PO 這樣可能還是會有很多 就可能還是有機會讓人家看到 但我們就知道說 大家對Facebook的黏著度很高嘛 就是其實 對於Facebook的統計 就台灣還算是黏著度 非常高的地區 那像台下之前有PTT 可是因為近幾年 就是Facebook升起的 就是興起的關係 所以PTT的使用率已經開始逐年下滑了 或是說在線上的使用者的人數開始減少 然後只有特定 就是他本來就在習慣使用 就是VPS這樣子 布告欄系統的 就是才會在上面 那像以前可能每一個戲 都會有一個戲版 或是有一個借版 或社團會有一個社團版 或是課程會有課程版 可是現在會去填的人 或是上去的人 願意在上面打字的人 就是你知道 剛剛認識資訊的人 通常都會對comment line 有一種害怕 那VPS的介面其實也不是很容易操作 我們都習慣Word的 或是習慣用臉書 那種留言版的打字方式了 它變成是一個 門檻真的比較高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們這群人集結在一起 我們就想說 我們能不能做一個網站 因為大家知道就是 現在就是一個web的時代 什麼事情都可以在browser裡面做 CSS可以做非常多事 主要說就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前段後段跟朋友圓寫 然後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些朋友 我們那時候想說就是 因為我們的社會分層很像這樣嘛 就是我們選科系之後 等於是類似在做專業分工 然後每一個人念完這科系 就會成為一種專業 然後在這社會上扮演某一種角色 然後我們互相合作之後 就形成這個社會嘛 所以這件事 所以理論上就一個utopia的概念來說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 坐在自己很適合的位置 然後做自己喜歡的事 然後符合自己的性格 然後做出他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貢獻 所以我們在升學的路上 理論上應該要找到這個地方 但我其實知道不太有嘛 因為我們很容易因為分數 或是因為社會的觀感 所以去選擇了一些 看起來好像比較熱門的行業 我們那時候想說 如果我們要組成一個這樣的團隊 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應該要找各種不同角色的人進來 舉例來說 我們要寫一個網站 那我們一定要找會寫程式的人嘛 所以我就 我自己念剪輯系 我就找我們系上就是 可能資訊部的就是成員 然後來幫忙 然後我們想說要找 就是我們想要做比較好的宣傳 我們想說那我們就找會拍影片的人好了 或者是會畫畫的人來幫我們設計網站 然後現在這個組織很大問題 什麼叫會畫畫的人來幫我們設計網站 就是大家知道像那個 這幾個月不是有那個 靠杯工程師的粉專 跟那個靠杯設計師的粉專嗎 然後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有按他讚 然後洗飯的時候就覺得 吃飯的時候看那個滿紓壓的 所以各位如果是工程師的話 應該都覺得 可以藉此讓別人知道 原來我們會對某些事情很反感 那其實這東西雖然 雖然是情緒上的發泄 其實某個層面上可能如果你是工程師 你有要跟設計師合作的機會 你也會按那個讚然後去看 原來設計師很建議這個 然後你藉此多了解一些 跟對方溝通的模式 我們在那個時候不知道說 其實有專門設計網頁前段的設計師 我們都不懂這件事 只是他幫我們寫網站的人 一直跟我們說 你要有專門來畫UI的人 那是我真的不懂 因為其實我一直在團隊裡面 扮演的人都不是寫call的角色 我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沸沸 然後只會說話催大家進度的PM 所以如果想要做這個社團平台 我們還要先蒐集資料 那這些資料就是 可以用什麼方式蒐集 比如說假設各社團的資料 能要從粉絲專業爬嗎 就遇到很多技術上的困難 那這些技術上的困難後來 我們本來想做一個社團資訊平台 讓所有社團都放東西在上面 後來他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InfoPad並沒有藉此 就沒有做事情 後來在就是整個9月到12月之間 我們就做了很多survey 然後可能訪問一些人說 你覺得台大資訊系統 哪個地方有問題之類的 後來在12月1月的時候 我們就發了一個年度會議 其實是出去玩 然後邊出去玩邊開會 那我們就討論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這些 就是為什麼我們想要做一個專案 比如一個城市專案 它是一件這麼困難的事情 然後我們想到一些根本原因可能是 就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學生的能力 跟學生參與社群 還有跟大家合作的方式 可能不是那麼純熟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嘗試 我們在就是SeaCon的時候 就是我來當講者 然後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就是宣傳我們想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夢想講得很大 就是說 我們想要做一個學生的開發者社群 就是SeaCon可能是一個 就是資訊愛好者的社群 我們可能會討論我們自己的技術 就是我們很少聚在一起做一個專案 或者是講好說我們要 為了解決某一個問題而存在 所以InfoFan裡面其實 就透過這次的招募 我們就集結來自像 明傳說的美女設計系的設計師 他就是專門就是 他以後就知道要唸UI 還有就是要做這一塊的 然後唸電機資工系的學生 然後還有包含就是 對於剪影片有興趣 像剛剛那個是我們就是 某一次開網會之後 就找大家來拍的 然後剪那支影片就算三分鐘 可是它的素材其實非常非常長 對 然後或者是就是像宣傳之類的 我們都有特別想過說 比如說有可能同學做過那個 就是用過GAA 然後測一些某些網站 就是把這些東西集結在一起 甚至是包含 比如做校內資訊系統的改造 有很多非常像 校內資安的一些疑慮 比如說學校的網站 可能密碼沒有HTPS加密啊 之類的這種 其實是一件蠻嚴重的問題 就是有非常多的talk 有分享過我這樣子的經驗 所以其實我們希望在 至少從台大開始 可以做一個校內的OA 比如說我們用Facebook登錄的時候 可以登錄其他的App 然後接他的OA 那比如說我們的課程的資料 可能藏在學校的某個DV裡面 那我們不可能釣魚 然後拿他的章密去 去儲存他的資料嗎 所以我們希望學校可以建立OA 所以基於這個理由 我們甚至就是有一些學生 跑去選學生代表 然後希望可以透過促進不同的 領域的人的結合 然後做一些 做一些就是一些 就是可以開發一些實質專案 然後因為我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丟給大家兩個公址 就是在台快上面 其實我自己有打 就是我本來我想要講的 講題的大綱 然後他上面有兩個服務 是就是我們 我們做一個早知數的服務 然後他觸及的人數就是 就是我們有台大一屆四千個學生 我們有六千個使用者 然後這是我們做的 就是PTT網頁化的一個程式 然後他在這幾天之內 達到四萬的瀏覽量 對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這是我們的GTA 對 然後如果有興趣送PR的話 感謝大家 對我是柯伊斯丁 謝謝 好那謝謝柯伊斯丁 那請大家 那今天有一件事情是